各位大家好,今天又想最進一步講解 在缺氧呼吸的實驗中,在酵母菌ES的實驗裝置你會留意的事項 首先,當你去做實驗題時,都是那件事 記得看實驗目的,是針對酵母菌的缺氧呼吸去做 第二件事,你要先想一下應變行 應變行就是液面的高度變化 第一件事,在實驗中,觀察到玻璃管的液面會上升 我問你為什麼 其實液面上升是因為,記住一件事 當椰酵母菩薩糖混合物進行化反應之後 那些椰酵會進行缺氧呼吸,產生二氧化碳 裡面的二氧化碳是多的,所以瓶裡面的氣壓就會上升 如果上升的話,就高於大氣壓力 你看到這條玻璃管裡面,其實是駁著大氣的 而裡面的氣壓高於大壓力的話 所以就會導致液面向上升 所以第一件事,你一定要掌握到中醫的氣壓的問題 其實水平面就在這裡 但為什麼玻璃管裡面的面是會在這裡呢? 因為氣壓的問題 所以第一件事,你要知道的液面上升是因為 這個化合反應,缺氧呼吸,這個酵母菌的缺氧呼吸進行了 產生二氧化碳,令到裡面的氣壓上升 導致液面上升 而其他又說,水會釋出,酒精釋出,熱力釋出 其實這些全部都不是 是跟氣壓有關的,記住液面的變化 好,接著去到最後,我再問你實驗的設計 他說為了達致到缺氧的狀態的話 你有什麼步驟你一定要做的 第一件事,你一定要下一個油層 為什麼要下一個油層呢? 原因就是,瓶裡面其實也有機會是有些氧氣的 如果你沒有油層的話,氧氣就會溶下去 讓酵母進行大氧呼吸,這樣就不行 所以你有油層的存在 好,第二件事,記得 酵母菌、葡萄糖、混合物是需要沸騰的 即是下去,你要煮沸了 好了,為什麼要煮沸呢? 說多一次,什麼叫煮沸了呢? 不是酵母菌和葡萄糖一起煮沸 是將葡萄糖煮沸了 然後攀動了的情況之後 再加這個 yeast下去,OK? 不是同時一起煮沸,那些 yeast是會死亡的,OK? 好了,記住為什麼要煮沸呢? 原因就是,氧氣呢 如果你的液體加熱的話 它就會以氣體的形式離開那個液體的 那要確定那個液體裡面是沒有氧氣的,OK? 所以第二步是必須的,OK? 而第三步,究竟那個瓶塞不塞 已經有油層在這裡 所以塞不塞已經沒有關係了,OK? 所以呢,當我們做這個MC的時候 第一件事,我再提醒你一件事 就是,針對實力目的 第一件事,那個應變項究竟怎樣量度 為什麼會有變化? 其實是因為,針對那個化學的反應 那個缺氧呼吸的變 產生一個product 然後反映在那個液體面的變化 然後幫助你量度那個缺氧呼吸 又不會出現到,好嗎? 所以這個是第一個重點 第一個重點就是實驗的設計 你要留意清楚,你是針對那個缺氧呼吸的 你要怎樣做才可以達到這個效果,OK? 所以呢,這條的題目呢 我覺得呢,值得和大家去分享的,OK? 那希望今天的分享可以幫到大家的手了,拜拜!